三分球 史魯奇外線 喔~~ Bot 3 現在落後階段以後 他們兩個比較有經驗的主力球員跳出來 但是誰可以有更多的時間 我們先回到場上這個看了一下 史魯奇大概國中就是184公分 是嗎 183或184 但無奈就是幾次可能防守的漏洞 讓對方三分線 而且就是一對一 就是一直迫使對方到籃底下 15號 史魯奇 N26 26號 喬拉森 宋智鎧往外傳 黃凱鈺在給 宋智鎧傳小球 給到了他的老隊友吳智鎧 有成勳在給小球 給到了 那台英在第一場比賽面對伯利利友 當然他們的外線其實發揮得相當好 是 剛剛是陳佑許的得分 在這邊亞大蘭代表隊外線投進了 前面兩天的比賽合計投進了六顆的外線 吳智鎧昨天是投進了四顆的三分 來看一下宋智鎧 再傳給了吳智鎧在上場機會 當然也同時避免他們在暑假 因為比賽打太多的受傷 對 漂亮假動作晃過的對手之后 這快速累積第二次的一個各的犯規 對他來講上場時間可能要稍遠的 兩場比賽也都是各累積了四次的犯規 所以兩場比賽前面兩場比賽都有 沒有拿穩 再給一個地板球 空檔出來了 三分球進 史鎧琪 在第一節的中半段就已經替補上來 而且就有貢獻 這邊要懷疑顏色 潘翔偉有著190公分 外線又要準備開砲 再來一顆 把握度有夠高 對 亞大蘭代表隊第一節已經有投進了三顆的三分球 第一節的團隊三分 亞大蘭是三投三中 在比賽單節不到一半拿十分 進攻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球員都說 他們對於跨聯盟的目標 就是希望不要輸給大學生 潘翔偉 然後蓋比好像也都有講過類似的 就是說 這一屆的比賽希望可以 贏球之外 就是希望不能輸給大學生 但其實只輸給了冠軍隊大概 可能一顆球 或兩顆球左右的距離而已 哇在 也歡迎所有不管是基隆地區或是北部地區 所有喜愛籃球的全民朋友們 一起 踴躍地來到基隆市立體育館來看球 三分球 哇 史魯奇 外線 哦 Bot 3 哇 三分球進 本日 的highlight放在網路上面啊 年度highlight這個球 真的 漂亮地板球給進去 哇 有說史魯奇對不起 有點錯估他了 對 停好久哦 真的 而且重點是還要有投進哦 才更帥了 哦就這一球 來了來了 哎呀 二 撞台 BANG 吼吼吼 吼吼 帥哦這一個球 帥得不得了啦 趕緊哦 把對方的手感給降下來 對方在第一節 直魯奇的那個miss哦 才是亞大籃代表隊在第一節 第一顆沒有投進的feel goal 阿瑋投射 轉出手沒有哦 但進攻籃板再抓到 並不多了 而且現在傳球又發生失誤 拖打少了機會 再給後面的隊友張家和 空中拉桿打板出手得分 亞洲大學男子籃球錦標賽 哦 哇 賽 對 我判斷一個假傳以後就是一個切入 這就不是速度的問題 重點是你不知道陳佑 對 亞大籃代表隊這把球給拿回來 喬納森 哇 這邊吹了一個U了 喬納森這個球撥到以後 也非常的積極啊 馬上跟上去做到進攻 3-1-2-5 喬納森的妙傳 場比賽結束還有八分半鐘 哇 進去那又硬打哦 垃圾 對 再給一個小球 這邊其實人數上是區域劣勢 但是要硬打 胡敬豪 找到Double Team防守 又到了藍底下 這場比賽多次的開後門 當這個球 王凱鈺假動作先晃過了對手 然後藍底下得到分數 剛是胡敬豪的助攻 這一次是喬納森的助攻 給到了黃偉誠 有點多了 如果從 導播剪給我們海南看起來的話 這個底線的空檔漏的確實有點多 史魯奇比很久了 他有空檔 但隊友沒有傳給他 一波的攻擊 他贏在第二節的五分得分 前面剛 現在落後階段也只有 他們兩個比較有經驗的主力球員 跳出來 然後史魯奇的得分 兩顆的三分 然後再包含剛剛在罰球線附近的一個 擠馬射箭的拋頭 就是應該算他的新的武器 底線喔 是有守住了 對 沒有再讓地方 對方 空中的拉桿挺腰出 其實第一時間 交給了郭俊妍 空中 拉桿挺腰的出手 前鋒大前鋒 但是誰可以 有更多的時間 我們先回到場上這個球 零零PASS 第一時間 哇 漂亮的傳球 雅大蘭代表隊 今天應該有三球 應該都可以剪成那種 Play of the Game的好球了 比出來的結果會比較合理 對 好 下半場比賽開始 吳志凱 壺頂的開砲 三分球進 今天的第四季的外線 不容易 第二節其實上場的時間也沒有這麼多 可能 上在台銀這邊的籃板 感覺比較沒有辦法可以一次拿下來 對 哇 這球還被毀掉 比給學弟看啊 看一下 這球直接把林哲亭的球給蓋掉 已經有想散了 不過這個身高上還是落差比較大 八十三 吳進豪一百九十八 兩個人十五分的身高差距 一場最高 接球之後再Catch and shoot 三分球進 再來一顆 一身進來拉下了防守籃板 劉承勳再給 外線 他最火熱了 再來一顆的三分球 是不是找一個人離他近一點啊 潘翔我有故意 潘翔我已經有注意到了 對 換劉承勳來嘗試 這一次也把握住三 兩隊的分差現在瞬間變成了快要到二十分了 好 這邊幫助球隊來止血 這邊切進來 假動作 先晃過了胡敬豪 傳給了陳又許 剛剛這邊好像防守全員有點漏掉了 兩個人也都是這個失出同門啊 也都是在就是政大的 我覺得 你問我的話 三分球出手的 就得到了分數的方式其實蠻像的 可能多數都是 可能 並不是靠著運球來到了後門 所以Duck的選擇就是說 被張家和給試破一個背後傳球 再回給張家和 一個快攻上去打板球進 現在只剩下八分了 三分線內的帶一步跳投出手 宋信浩的今天的第二範 郭翰 來面對史魯奇 又來一對一嗎 翻身了跳投出手 不過這十五分其實前面是已經有四季三分球了 好 宋信浩的吉林跳投出手得分 漂亮的Leading Pass 要講到守聯防 台鷹絕對是台灣球隊裡面算是數前面 對 KIKI 徐德琪 團圓線附近的跳投出手 拋投出手得分 這個往右側看的動作 把台鷹的防守全給騙了 傳球 剛剛又被操走了 台鷹的一次團隊失誤 這邊有空檔出現了 林允潔 看一下剛剛的這個快攻 KIKI 徐德琪 一出手人就往右邊跑 對 外線開砲出手沒有 郭翰再抓到進攻籃板 張家和 最後五秒鐘 這個球 M1喔 連 球轉 擋拆完以後 然後瞬間看到郭翰的手 就在那個地方 然後 史魯奇 比了一下 再給喬納森 接球之後再 catch and shoot 跳投出手 這場就得到了六分 換黃偉辰來場 是 當然15分領先還算OK啦 但就怕對方突然的分數 追著球進了一半 林允潔很快往前給快攻機會 本來要往後傳喔 時間的出手 這要講起來兩隊就是三分線的命中率有一個蠻大的差距 對 哇 哇 徐德齊 154比83 輸了29 好 史魯奇 右手的拋頭出 看一下 史魯奇大概國中就是184公分 是嗎183或184 哇 回過頭來 史魯奇的三分球技 因為184但是他有著116公斤喔 在國中階段 長得很壯 很壯 到150公斤 150公斤 追趕分數 但無奈就是幾次可能防守的漏洞喔 讓對方三分線 哇 先回到場上 史魯奇 再來的單場得分新高了 今天還砍進了三顆的三分球 哇 球開出來發生了失誤了 前面快攻機會 一對一 這一次左手的上籃 也就是一對一喔 就是一直迫使對方到籃頂下 哇 這是史魯奇在高位的地方 球第一拍還掉 雙手拿起來 單手就是得分 對 之中喔 最後在挑選出來的 最好的一批UBA的選手 而且是要代表國家出去比賽的 所以當然其實實力是相當的堅強